保管箱里头 她说各放了50万元 要给孩子来应急用 但是什么原因 让点连11号大动作的来查扣 似乎和她前一天的动作有关系 按照台北市议员钟小平的说法 原来前一天10号的时候 陈佩琪与她的儿子柯富瑶 到第一银行信义分行零贵 办了某项业务 确实什么账户起人一斗 尤其实际查了查 发现第一银行有保管箱业务的 在台北市有八家分行 但不包含陈佩琪前往的信义分行 钟小平和李推断 陈佩琪与儿子前去是要处理金流 不排除是转账或是其他动作 但或许就是这样的行为 引起减连注意 才会在隔日11号时 让北检会同连政官 调查官 巧巧到第一银行数个分行 调阅银行保管箱 还有保险式的租用记录 引力的话那个是犯法的 违反政治信心法 就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吗 他的大水库我真的深不可测 但问题是陈佩琪的做法 与说法都不合常理 柯文哲前幕聊吴静怡就说 陈佩琪公开保管箱内容的目的 应该就是一位好妈妈 为孩子搭建一道 不明金流的防火墙 也可能是坏伙伴 让老李的律师们 看新闻知道要脱钩 若剪连掉又找到金流 那陈佩琪和子女 真的麻烦大了 如果一直叫陈佩琪 出来说话的那一个人 是不是其实是内贼 会不会对于这个司法办案 柯文哲是不利的 律师黄定云也提到 刻意用隐匿的方式 就例如陈佩琪使用ATM 将现金存入他人账户 或是把钱藏到保管箱 都不合常理 陈佩琪不公开的专访 看来无辜又可怜 但或许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东森新闻志中心综合报道 可见他们柯家的礼仗 礼得真的是有够不清楚 柯文哲现在被羁押第九天了 太太昨天召开记者会 讲了这么多 柯文哲今天当然会被提讯 北柬打的就是突袭战 要追关键金流 要巩固他是不是图利的市政 尤其就针对他太太专访的说辞 以突袭式的方式 问他老公柯文哲来一一核对 你太太讲的是不是真有其事 因为彼此之间 现在没有办法串政嘛 直接突袭式的问柯文哲 他还接力了提讯应小威 讽刺的是因为明天刚好是 他60岁生日 看来是只能在看守所度过了 毕竟现在金流完全讲不清楚 柯文哲始终号称说 他是用选举补助款 4300万购买的商办 但是陈佩琪她公布这个明细 想要自清 又被爆出新的疑点 好 三个账户各2000多万 但是其中有两个账户怪怪的 新北市议员卓冠婷就指出 他昨天公布的三个银行账户当中 有两个从头到尾都不曾出现在 柯文哲的财产申报里头 而且这两个账号 可是在他选完之后 就突然间冒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要开两个账号 分别收这个选举补助款呢 是选前隐匿申报 还是选后的大理财 现在又出现 大家能够去质疑的矛盾点 这两个银行账户 到底是柯文哲何时开 开来做什么 难道是开来 特别去收选举补助款吗 议员提出质疑 就是因为柯文哲夫人陈佩琪 亲上火线护肤 秀出4300万元买房证据 分别从一银合库富邦 汇出1440万及2比1000万 加总起来一共4346万 但也让自己先生 没有列在财产申报中的 两大账户意外曝光 过去是不时的申报 另一种可能是 选举完之后 他们陈佩琪跟柯文哲 急急忙忙去开了两个新账户 为了要能够收 选举补助款的账户 这无论是哪一个 都是非常诡异 翻开2023年 柯文哲申报资料 存款部分包含 合库台大分行 易营南门新竹分行 还有富邦及中华邮政 但陈佩琪也出示的专户明细表 民众党在4月30号 分别汇入2380万元 到富邦东门分行 2500万到易营数位账户 2500万到合库台大分行 其中只有合库台大分行 是柯文哲在选前就揭露的 选后突然冒出两个新账户 又这么刚好 都是处理民众党 汇入的选举补助款 陈佩琪越说 似乎疑点越多 我们以低银行为例 单笔汇款的最高上限 是5000万元 因此外界就质疑 为什么柯文哲 柯文哲从民众党收到了 7380万元的选举补助款 要分成三个账户来收款 有什么考量 要么就是选前隐匿 要么就是选后 开始大理财 卓冠婷也质疑柯文哲大账房李文宗 负责处理补助款 是李文宗替他们决定 要分开进到三个不同账户吗 想必柯文哲是知情的吧 过去柯文哲遇到争议 总推说不知情 但这一回又被抓到矛盾点 到三新闻炼志豪叶婷在台北通道 好所以现在三大疑点 除了4300万商办的金流说不清楚 还有包含陈佩琪她一直在使用的 1000多万说不清楚 她昨天主动公布了账目明细 她解释这1600多万 就是五大笔客家的金流 包含什么首尾钱 包含遗产 包含就是什么演讲的一大堆的费用 她就呈现这个交易明细 要给所有的媒体看 但是我们发现又有问题了 这个交易明细当中 跟银行所申请的版本根本不一样 你现在看到的是银行申请版 但是陈佩琪给媒体的全部 都已经特别把它拿掉省略 尤其是交易账号 如果她真的去申请 其实可以把这个表 直接摊给大家看 但它是额外的自制表格 这是为了要掩盖什么吗 另外简连质疑 这不明金流还有619万 也被外界质疑 这一大笔金流也在打模糊账 因为我现在的账户都是扣押状态 所以这个是特别去银行申请到的 申请到的一个交易的这个明细表 陈佩琪收出表格 系数由她经手入账的科家金流 虽然没看清楚就马上放下 但等等倒带回去看 这份表格好像怪怪的 因为真正从银行申请的历史交易明细表 跟她手上拿的并不一样 银行真实版本会清楚明裂 日期时间摘要收支金额 还有交易序号跟对方账号 但陈佩琪所展示的表格 只有写陈佩琪银行薪资 转账户跟日期金额 其他什么都没有 而且银行的横市明细表 还有时间跟序号浮水印 每张也都盖有银行章 精致的程度和陈佩琪手中的大不相同 难道陈佩琪的表格是自制的吗 陈佩琪她却用一个长时间的方法 来模糊就是相关储存的时间 当然如果把时间拉长就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问的是这个短时间内 为什么要这样去存入 陈佩琪用检疫表格想证明 客家无比共1628万的金流 来自妈妈账户 陈佩琪自己的薪资账户和存款 还有柯文哲选举结余演讲通告费等等 但简连清查客家账户 发现和金华城便当会时间息息相关的 是来源不明的619万 六十次六百万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吗 我不知道这个周刊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周刊的确有说陈佩琪在2020年3月到4月 35天内存了十几次共157万 以及2023年10月到今年5月 40多次存了462万 619万密集用ATM存款 时间也和五大金流根本都不拢 我去ATM我都一年十次的话 那都一个月一两次 我不觉得 当然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只是佩琪姐 你不是一个月去一两次 是一个月十几次啊 林贵是很麻烦 但该说清的始终没说清 ATM实现的存款自由 归根究底是怕麻烦 还是怕被走麻烦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所以你现在看看不只三大金流 商办的4300万 陈佩琪五大使用的1600多万 刚刚ATM说不清楚的600多万 现在还爆出光头200万解谜 主要是因为周刊爆料 柯文哲随身碟的秘密账册 不是有一个1500审庆经之后吗 媒体人又加码爆料说 他做了一个梦光头200万 顿时引发热议 难不成柯文哲的账册 有新的大咖要曝光吗 这200万怎么来的 台北市议员钟晓平替各界解答 原来这的确跟柯文哲有关的案外案 光头律师身体还真好 一般两小时他去了四小时 他告他妨碍配偶权200万 就是标的 他要光头律师萧玉红陪他200万 北市议员周晓平拿出影像 公布网路盛传的光头200万 原来是柯文哲的委任律师萧玉红 因为缠上婚外情吃官司 与柯文哲的USB账册没有关联 意外扯出案外案就这么巧 周晓平这时也陷入讨色风波 周晓平拿出对话记录成亲遭爆料近期会猛打柯文哲 就是因为他对民众党成员最爱失败 身材火辣一双大长腿相当引人注目 曾代表民众党参选议员的曾妍杰 传出就是钟晓平过去追求的对象 他那么讨厌我干嘛传心痛快乐给我 还好我深深不怕硬这些 钟晓平驳斥有私人恩怨 只是在陈佩奇出来发声后 来引上下似乎只剩钟晓平一人发表意见 可能与国民党主席的态度有关 国民党的战略似乎更加明朗 重点要切割柯文哲才能让在野持续发挥力量 避免一党独大的罪坏情况 这次新闻知识中心最后报道 而这次抹黑还是根本就是事实呢 如今柯文哲的涉探案件金流 完全讲不清楚 她太太陈佩奇昨天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间找了一些特定媒体 召开记者会她要解释自己的金流 到底去了哪 但没有想到越说越错 澄清越多 也让人可以发现更多的漏洞 虽然党团主任陈志涵一直在旁边紧盯 画面曝光她不断和陈佩奇 匕首师打暗号 整场专访都被认为是 陈佩奇已经想好说辞公词 刻意量身打造的 为什么要开这样子的记者会 让人家来攻击呢 幕后推手到底是谁 现在国民党智库的副执行长 林涛就说 你黄珊珊不要再当淫污者 不要再害死阿伯了 你穿梭当中没有事情吗 如果一个政党她强调希望媒体公开透明 或媒体公平公正的话 我想要请问一下 昨天陈佩奇的那一场专访 公平公正吗 前幕聊这话 有构酸 客户的妻子陈佩奇 慌了极乐 亲上火线澄清金流 上演这出主打悲情牌的旧夫 大戏幕后全程量身打造 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就是 你是不是那个 有记者会有限制时间 你来再问这部分好不好 好 讲说的说完了就喊咖 仔细看后方柜子的玻璃窗 曝光了党团主任陈志涵 伸手打pass比OK示意 紧盯记者会下指导旗 陈志涵还想号召小草 我们的主席在台北看守所 然后我在外面办中旧烤肉的活动 这怎么跟着 也是我们去北所外面烤 只是区区一个民众党立愿党团主任 能够这样调动一切吗 就怕背后有人力挺 是否跟把陈佩奇推上一线的人 有关联 黄珊珊 你不要害惨了阿伯 还要害死陈佩奇 你身为这个台北市的前市长 跟竞选总干事 难道你都没事吗 你到底在其中穿梭 你居心何在 不少人认为 律师背景的黄珊珊 懂得法律诉讼工房 政界走跳更懂媒体操作 关键时刻陈佩奇选择不低调 有没有黄珊珊建议引发讨论 只是陈佩奇这行为 可能对自己造成冲准 我认为他在所有的对外发言里 全部对他就是不敌人 事实上来讲他讲的这些东西 未来你说的话都会成为全旁震动 陈佩奇就是忍不住想发声 有没有人在旁怂恿 如果柯文哲真的倒了民众党内 到底是谁得力充满各种算计 东森新闻真正中心综合报道 确实已经进入司法调查 这个律师也批评说 陈佩奇不要再讲话了 不过他心急 为了反驳外界的质疑 他首度公开了 这4300万的商办转账记录 这4300万到底哪里来呢 陈佩奇强调这是选举补助款 这当中有11个账号 但是我们却发现 他公布的明信上面 都没有显示哪个汇出的账号 只有说有三家银行 共同汇整成这4300万 被批评啊 你为什么不公开 你的汇出账号是谁 是哪个银行 哪笔交易 只公布一半 其中诡异的是 还有一笔1440万的汇款 助记者一银写着括号科 这是柯文哲自己私下的钱吗 也让议员质疑 如果代表这笔钱 是从柯文哲账户汇出的 其他笔难道不是吗 相关的关键金流 他还是说不清楚 都是从柯文哲主席 自己的那个私有的那个账户 里面弄出去的 那这个是全部的一个证明 陈碧琦接受专访 对着镜头秀出购买 林森南路商办的名系 一共4300多万 分成11笔款项交易 但钱的来源还是个谜 陈碧琦要强调的就是柯文哲当时拆成三个账户收取选局补助款 分别是富邦和库和低银行 与单据上手写备注 汇出款项的银行相同 但问题来了 看不到账号 无法证明主人是谁 而其中一笔 一银1440万 后面还括号柯这个字 引发了更多解读 若这笔是从柯文哲的账户汇出 那其他六笔难道不是吗 但是他又硬要写旁边写 什么从哪个银行汇出 但又要写了一个 一银旁边写了一个柯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其他都不是柯文哲的吗 那我觉得公布不要公布一半 议员也继续连连看 发现1440这个数字 好巧不巧跟精华成案中 消失的1500万金额很接近 要辟谣却只公布一半 到头来只证实了 原来相伴的买方不是柯文哲 房也是陈佩琪看的 钱就如柯文哲曾说 至于本人的财产 我看百分之百都是有太太明显 结果第一天印章存折通通被没错 我想陈佩琪多说多错啦 他们如果还是要 选择这样的方式 那就go ahead 柯家大帐房陈佩琪 倾向火线谈钱 却留下了更多疑点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导 柯文哲深陷金华城闭案 遭到积压 检方追查柯家的金流 那么在前天 是到了第一银行 去调阅保管箱的租用记录 那么现在还有台北市议员 钟晓萍他在提报了 说陈佩琪在三天前 也就是9月10号的时候 是带着他的大儿子 跑到第一银行的信义分行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要查询他们的钱 只说因为现在陈佩琪知道 自己可能要被转被告了 所以要直求对决 三天前嘛 然后陈佩琪不是说不喜欢林贵吗 然后他也 他义营 你要想他义营真正开户的银行 在东门分行 那边客户很多很多很热闹 所以他选一个很冷僻的 叫信义分行 那是可以 因为可以连线嘛 他是跟义营开户 在大安森林公园对面的 那个第一银行 信义路上 到那边人比较少 带着他的大儿子 阿瑶就去那边 那为什么带阿瑶呢 平常应该不用带嘛 阿瑶也不喜欢曝光 是不是也去查了 因为阿瑶查他的账户 一定要本人去嘛 对不对 那阿瑶有什么账户 在这个第一银行 那起了一斗 你最后跟今天可能 其实这两年可能被传 再传他 然后是不是检察官传他 他做最后的冲刺与准备 那把他的账 把儿子的账 弄得清清楚楚 那你到底会给你儿子 多少钱 我觉得这都是他去那边 去查账 以及儿子查账 去的目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 存责全部扣押在 检方手里 所以我特别去帮主席 还有自己 最近跑了多家的银行 去申请他这个 交易的明细表 陈佩琪搜出表格 迅速由他经手入账的 科家五大金流 第一笔 来自妈妈照护的535万 第二是陈佩琪自己的薪资账户加过去的存款 528万 第三是 柯文哲2018年选举结余230万和医生时期薪资存款171万 第四是 柯文哲演讲通告费60多万 第五是 击沙城塔的车马费和亲友红包100多万 总计1628万元 但佩琪啊 重点好像不是这些啊 减调呢 有疑虑的是他贿入自己跟子女户头的619万 那这619万里面 他其实呢在昨天提出的单据里面 跟这个数字也是对不上的 因缘质疑 这跟柯文哲惯用的乌贼战术一样 问A答B 因为和金华城便当会时间息息相关的来源不明619万 陈佩琪分两阶段存入ATM 其中第一阶段35天内存了十几次 第二阶段还分40多次存了462万 时间跟五大金流都根本都不拢 尤其他的第一笔金流横跨7年 跟ATM集中存款的时间更是相去甚远 我去ATM我说一年十次的话 那如果一个月一两次 我不觉得 当然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嘛 然而佩琪姐 你不是一个月去一两次 是一个月十几次啊 但陈佩琪还是强调林贵很麻烦 ATM才能实现存款自由 我用两张的提款卡去提领 然后存进去 这样快 就是不用去那边等 而且不用需要银行开门的时间 陈佩琪售出的交易明细表格也引起质疑 有银行员工在网上点出 这不是知识化的正式文件 比较上是自制的 也有网友认为 陈佩琪应该是想隐藏真实的薪资情况 该说清的始终没说清 是怕麻烦 还是怕被找麻烦 东西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检方二度传讯了柯文哲 下一步 换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将要被传唤吗 这对夫妻的证词要大比对 因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购买的4300万的商办的钱 到底从何而来 妻子陈佩琪公布了资讯 说选举补助款 分别进了柯文哲的三个账户 强调是用这些钱来购买商办 但是民进党的议员卓冠婷 却发现了有哪一个疑点呢 所以又进一步的质疑 说到底是选钱的盈利 还是选后才开始大理财 2024总统大选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携手星光公主吴欣盈等级参选 当然所有的财产都要上网公开 只是柯文哲夫人陈佩琪 12号找了三家特定媒体 想要对外澄清 4300万元购买商办的金流 却让自己先生 没有列在财产申报中的 两大账户意外曝光 过去是不时的申报 另一种可能是 选举完之后 他们陈佩琪跟柯文哲 急急忙忙去开了两个新账户 然后为了要能够 收选举补助款的账户 这无论是哪一个 都是非常诡异 翻开2023年 柯文哲申报资料 存款部分包含 合库台大分行 亦引南门新竹分行 和富邦及中华邮政 但陈佩琪12号出示的 专户明细表 民众党在4月30号 分别汇入2380万 到富邦东门分行 2500万至运营数位账户 2500万到合库台大分行 只有合库台大分行 在选前揭露 选后突然冒出两个新账户 又这么刚好 都是处理民众党 汇入的选举补助款 柯文哲跟柯文哲家人 为什么要选择 这么复杂的方式 去处理他们的金流问题 真的全台湾人民都在问 要么就是选前隐匿 要么就是选后开始大理财 无论是哪一个 柯文哲确实讲的 跟后来陈佩琪所说的 两边差异真的非常大 议员质疑 柯文哲大账房李文中 负责处理补助款 是李文中替他们决定 要分开进到三个不同账户吗 想必柯文哲是知情的吧 面对这场风暴 陈佩琪秀资料想厘清质疑 却只留下更多谜团 东森新闻 陈佩琪秀出的资料当中 也首度公开了4300万元 商办的转账记录 然而在汇款的名气上头 并没有显示转出的汇出的账号 其中一笔1440万元的汇款的后面 还筑记了一银挂号柯文哲的柯 而这么样的金流就更让议员质疑了 说越看越一头雾水 陈佩琪接受专访 对镜头秀出购买林森南路商办的付款证明 不只被发现原来买方不是柯文哲 但据上也未显示汇款账户 仅用手写筑记银行 钱从哪来人是个谜 是从柯文哲主席自己的私有账户里面弄出去的 那这个是全部的一个证明 陈佩琪说法从头到尾只证明了 金额加总起来总共4300多万 拆分成11笔汇款 不过单据上完全看不到汇款账号 只有手写筑记从数家银行汇出 而其中一笔易银1440万 后面还刮号了柯这个字 引发了更多解读 若这笔钱是从柯文哲账户来 那其他笔难道不是吗 就是公布了这张履约保证专户的 汇款的这相关明信 但是他又硬要写旁边写 什么从哪个银行汇出 但又要写了一个 易银旁边写了一个柯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其他都不是柯文哲的吗 那我觉得公布不要公布一半 也有政治工作者周轩连连看 发现1440这个数字 好巧不巧跟金华城案中 检方正追查印小微疑似收手贿赂 消失了1500万金额很接近 摊开单据似乎留下更多问号 汇款金流一张一张摆出来 其实就一翻两瞪眼就出来了 那何必一直拖到现在 然后讲法一而再再而三而变 而且公布的东西又只公布一半 那大家当然会造成大家会觉得说 那你们为什么不一次公布 是什么东西哪一个部分 是不能公布的吗 陈佩琪挤牙高式的公布 部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以为能掩人耳目 没想到真理没有越辨越明 只是留下的移电越来越多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独家报道陈佩琪说呢 他会把这个两个保管箱里头 各放了50万元 是为了要给小孩还有丈夫 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我们的记者实测之后发现 说在一银最小的尺寸保管箱 就可以放进大约370万元的现金 为什么陈佩琪还要特别把100万元 分两个保管箱来存放呢 而且如果说这笔钱是紧急的资金的话 你放在ATM里头全天厚都可以领 不过假设你开的是保管箱 还要配合银行的营业时间 种种的说法又引发质疑 1.10万纸巢体积有多大 长度17.5公分 宽度7.5公分 厚度则是1公分 我说这一大跌就是100万 而我们在一银最小保管箱 尺寸计算 长度60公分 宽度13公分 厚度则是7.6公分 实测至少能放进370万 陈沛琪受访坦承 因为柯文哲当市长工作不稳定 为了给小孩积丈夫已被不实之需 所以才在两个保管箱各放50万 不过100万一个最小保管箱就放得下 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分两个放 他不是就是说要存给小孩吗 他不是每个月3万3万3万 他不是就给你小孩吗 你小孩户头里面至少搞不好2、300万 哪需要这50万 这50万是什么 我完全认同刚刚宇轩讲的 两个户头 一个是柯文哲 一个是陈沛琪 而应应保管箱以不同尺寸计费 最小尺寸半年租金加保证金就要1500 最大尺寸一个月就要3万 100万订存利息有将近2万 陈沛琪不存在银行赚利息 反而花钱存保管箱应急 不免让人怀疑背后动机 如果真是要应急 ATM24小时都能领 存在保管箱 还得配合银行开关门时间 似乎没有比较方便 不过以疫营来说 ATM当日提款上限最多只有10万 否则就得零贵 或许对陈沛琪来说 盈利性高金额不受限 放了50万还有很大空间 又不像ATM领个钱还被监视器看光 才是他选择保管箱的最大主因 东西王国盈林海荣台北采访报导 民众主席柯文哲曾经说 他用个人的名义来购入了4300万元的商办 最早说是要当个人的办公室 后来又说要给党部来使用 结果妻子陈沛琪又说 可能是为了让众望基金会搬进去 说法变来变去也引发了外界的议论纷纷 另外陈沛琪也公开秀出了买房的名气 但是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了 说这买方是陈沛琪 并非这名字是柯文哲 所以又质疑了夫妻两个人的说法不一 众望基金会 什么城乡 什么协会 新乌奖协会 他就是说他希望这两个能够搬去跟他一起一办公 因为这两个设在党部也是有点奇怪 真正奇怪的恐怕是柯文哲豪杂 4300万买下济南路商办到底要做什么用 陈沛琪抛出最新说法 但是先前丈夫可不是这样说 到了参考其他以前总统候权的历史 我们是用那个钱去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 看到说我们台湾民众哪里需要一个 在立环旁边下一个办公室就去买了 有了失去很简单 有需要就直接买了 柯文哲被羁押前两段访问才相差三天 就能一改再改 如今陈沛琪又有新说法 这对夫妻显然没有共事 从个人办公室到党中央 再急转弯变成基金会 商办到底怎么用 让外界留下更多质疑 现在就连是谁买的也不一样 柯文哲说以个人名义购买商办 监督力道更大 但没想到妻子秀出的购买名细上 写的却不是柯文哲 客家大账房还原购买过程巨细迷移 还秀出商办转账证明 买方是陈沛琪 可是十一笔转账记录 就是跟党主席说的对不起来 这夫妻两人唯一有默契的 恐怕只有思虑不周 这次新闻政治中心 这么报道